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 我是龍馬汽車業務 我叫曾綠蘇 那我們龍馬汽車在桃園大西教堂旁邊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台 2016-17的BMW 218i 好 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院頭燈 然後前方駐車雷達6顆 好 對稱 好 那我們這搭配的輪胎呢 是205 60 R16 這一顆配的是馬牌輪胎 那這個輪胎其實是 我們車子買回來之後 那我們自己把它換成都全新的 現在四顆都是全新的馬牌輪胎 所以買回去輪胎都不用再花錢囉 二系列比較多的家庭 就是拿來當作家庭用車 為什麼呢 一系列 三系列 都算是比較個人化取向 如果要用家庭的話 比較沒有空間比較沒有那麼舒適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光後座的空間 真的有來乘坐過的之後 就會發現它的這個空間 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剛剛在拍的時候 有發現到兩個兩組Ice Office 所以它可以放兩乾淨就已經 真的啊 後座的空間 真的是乘坐過之後 就會有比較有落差 然後 來這個後車箱 一定要看一下 我剛剛已經走路過了啊 你還有什麼特別可以做啊 電動的耶 你有介紹嗎 電動的耶 你有介紹嗎 電動啊 電動椅背啊 哇 好棒喔 哇 哇 很方便耶 所以說女生開車要帶小朋友 都是非常方便的喔 一隻手指頭就可以搞定 對 啊這全車都是原版件喔 原版件嗎 對 可能有認證過了嗎 有嗎 有啊 我故意敲開來就是有認證的 喔喔喔喔喔 認證到都忘記了 我們要怎麼調後面一點 電動椅 人家都配電動椅 旁邊 謝謝 這個被理事了 雙前電動座椅 有一個有一個前後推的 跟一個是那個對這個上下 條下 然後你這一個往後搬 直直的那一個往後搬 下面那一顆長方形那一顆是上下左右 對 然後椅背那個就是椅背 椅背傾腳 好 那這邊就是定速巡航的功能 然後這邊就是音響的快控鍵 大小聲 然後接電話的這些都有 然後資訊目的切換 引擎啟動扭 那隔壁這一顆呢 是引擎自動啟閉 這個功能就是 就是要響應環保 所以我們停紅綠燈的時候 它就會引擎幫你修眠 那你一樣綠燈的時候 有煞車放開 它就自動就啟動了 前方雷達跟後方雷達 所以當我們靠近張愛玉的時候 這裡都有進去 對 前後都有 所以還蠻方便的 好 往上support模式的話 它的那個中間資訊目也會切換 然後我們切回來 一般模式 所以當我們一般都是切換在中間 但是那個support模式切下去 是還蠻有力的 這個車是做1.53缸 波輪增壓 好 OK 電子手煞車 那排檔的方式一樣 那一樣可以切換到那個 手排模式 M檔 所以一樣可以切過來 一樣都切過來之後 就會有檔位可以顯示 這有6氣囊喔 1 2 3 4 然後跟椅子 5 6 好 那今天這台 201617的BMW 218i 那我們的官網售價 就是95萬8 那全車都是原版件 都有經過驗證證 認證書請下官方網站 直接點開就看得到囉 實在就是S.U.M.